OK,好,第二堂課,來我們從頭,幫各位說明一下 就是第一,來聽一下,PURIFY 第二句,跟The endless code,The endlessly will purify your thoughts 這個LEA比較少看到這個字,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下面,這裡有一句,一望無際的草原,可以淨化你的思想 The endless will purify your thoughts 還去看那一句,還去看那一句 那個是誰講過,蘇格拉底嗎?還是亞里斯作者 就希臘三聖哲之一,他們講說悲劇會洗敵人的心靈 就是當你在看到一個悲劇的時候,很傷心很難過 於是你就流眼淚了,那個流眼淚的過程就是洗敵靈魂的過程 他們說悲劇會洗敵人的心靈,OK 所以草原會淨化你的思想 然後下面一個人洗禮,叫Purism 正確主義,代表Purifier Purification 其實剛才雅虎講那個字尾變化 這個字就是這樣 Vocation,Vocation 譬如說有一個字叫做辨別辨識 Identify 對吧? 所以很多的FY結尾的意思是 Identify 好,那剛才雅虎同學說的那個字尾怎麼樣去做,看它的變化很簡單 把字母去掉,你看 我把最後一個Y去掉 然後你就發現它的動詞叫Identify 它的名詞叫Identification 它的形容詞叫Identified 那剛才雅虎來講的一個重點 那個tive結尾也是喜紅詞 ed結尾也是喜紅詞 到底有什麼差別? 你看它就會去思考 這個跟這個有什麼差別? 因為我們都是習慣要歸納整理的人 所以想說那到底有什麼差別? 另外一個習慣就喜歡追根究定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法文就不掛,為什麼? 然後就會去想,是不是這樣嗎? 不是這樣嗎? 真的是這樣 你就會去驗證出來這個答案 所以剛才雅虎有說 Id 通常代表已完成 那Id為什麼代表已完成?你知道嗎? 因為英文的完成是,請問是什麼? have has had 加 pp p是什麼? 過句分詞 那過句分詞規則的不就什麼結尾? 不就是Id結尾嗎? 所以它早就跟你說了 Id就是已經完成的意思 那Id除了已經完成 Id通常還有主動還是被動的意思 被動的意思 因為英文的被動叫b動詞加pp 又是pp 所以pp最常出現了兩個地方 一個叫完成式、一個叫被動語態 所以你這樣就融會貫通了 原來是這個意思 所以不是在學單字 你學整個文法概念 所以第一個請問是Identify 第二個 Identification Idenification 剛上一節我 剛到任務 給我調21 這樣應該可以調回來 好 所以Identify、Identification 那請問 你有沒有想到其他的? 比如說符合資格叫 Qualify名詞 Qualification 給予證照 Certify、Certification 不都一樣 所以當你會了一個之後 應該慢慢的去把這個 同樣類似的變化去整理出來 好 這是舉一反三的意思 OK 好 所以名詞再次 Qual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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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查其他相關的字 這樣其實就在練習同一個字根去延伸 群組出來 當你不是用背為目的 因為當你只想背它的時候 你背不起來 但是你不想背它 你就是一直看 一直看 反而背起來了 這超妙的 我們在 我在英國念書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時間去查單字 根本沒時間 為什麼? 因為你一定要看幾本 幾本 各位不是幾頁 是幾本 有講過嗎? 英國碩士求生之道 我在經營演講過這個題目 2009年的時候 為什麼叫英國碩士求生之道 因為我一到的時候 那個老師就說 拿一張A4的紙 A4的紙 A4的紙 假設是A4的紙 它就正反兩面全滿 然後各位同學 然後那個是12級字 A4十二級字這樣是幾行? 25到30行 每一行就是一本書 然後正反兩面全滿 Mescott還在念書士 請問你們一學期唸幾本書 大概 四本 我們那個主要課程的老師 教授就快把我們操死了 因為他說正反就50本 四五十本書 同學 這是我們這學期 各位 英國是一年三個學期 不是兩個學期 英國是三個學期 前兩個學期讀書上課 第三個學期寫論文 所以意思就是說時間再更短的意思 不是像我們兩個學期一年 這是我們這學期要看得出其中的一個部分 Part of it 然後就 大家都 中文有句話叫 那個面面相去 中文有時候用字滿精準的 那個面面相去 然後大家回過神來就是 待會兒下課第一時間要衝到哪一句 竹書館 因為50本書你趕快要借回來看 不然絕對買不起看的 因為平均一個月就要寫一篇 五千字到一萬字的小論文 你要看書還要寫筆記 還要寫一篇小論文 各位 像我 我們是海外生 對 你們覺得在台灣很緊張 對 就是沒有比較 沒有比較 你比較說 台灣好涼 你知道嗎 相對之下 像我們是海外生 英文不是我們的母語 我們學校提供一個服務 要免費proofreading 就是找人幫你教稿 找人幫你改文法 甚至我碰到一位很好的媽媽 叫Veronica 我到現在還記得她的名字 16年前 Veronica 她這個很慈祥和藍的媽媽 然後她又剛好很喜歡藝術史的東西 我唸的是藝術史的東西 所以我寫了報告這跟藝術史 很多話有關係 她就很開心 為什麼 她很喜歡 然後就開始討論 然後她又會說她的觀點 我說我的觀點 所以她除了幫我把英文改證券之外 她還會給我很多的意見 feedback 然後所以我的成績就一路 這個要感謝她 一路從全班倒數第二名 變成全班前三名 世界有幾個人 各位 裡面很多是英國人 一半是英國人 然後你要在英文上贏過他們 你要在專業學術討論上面贏過他們 這需要花一點工夫的 所以這四、五十本書 幾個月內要讀完 一天要讀幾本書 你去算一下就知道了 好 那你一定要讀這麼多本書 就是拚了命 你沒有時間查三字 那怎麼辦 所以全工 你上次問那個原文書了嗎 我就問他說你原文書要怎麼看 然後他就說看到不懂字就查 我說那就完蛋了 那就不是看原文書了 所以看原文書就是不要管你看不看懂 然後就給它一直看下去 一直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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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這個字一直出現 然後你真的 這個台語叫做心理很理由 所以這個字看不懂字很理由 很過於不曉得要怎麼看下去 這時候你再查 這時候你再查 通常大部分的字 你從前後文可以大概推敲出它的意思 OK 我們以前看中文 現在你看中文也不是百分之百全部都懂 但是你大概看得懂它意思就OK了 好 好 當然你要選你適合程度的讀物 我們上次講過智慧量的問題 好 好 所以回來再給你一次 Balidate 個幾 Balidate 各位 92 好 一起點一下 Correct Correct 所以 六月巨師大演講 我們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英國碩士求生之道 他們就會發現在台灣的碩士其實是很幸福的 很幸福的 好 Would you help me Go Would you help me Correct my pronunciation 好 pronunciation 我幫你切割了 字態上怎麼辦 切切切 pronunciation 很簡單 pronunciation B-R-O-N-U-N-C-I-A-T-I-O-N 這個是音節的這個切割跟難度 那你順便就別人關機起來 下面corrective correctly correction OK 那這個是修改修正 這是基礎字 剛也要不以後講到什麼 託伏雅思的單字 託伏雅思的單字我舉個例子好了 像這個就是託伏雅思的單字 一般人不會去背這個字 incourageable incourageable 來寫一下incourageable 好 有背過這個字的人舉手 應該沒有 因為這是託伏雅思的單字 可是 剛剛也要不講的重點 當你學會字根之後 很多字就不用背了 因為in是否定 ivle是可以 然後中間那個corrigi 就是修改 corrective OK 所以這個regi就是rector 所以這個corrigi就是corrective 所以修改 那corrigible就是可修改的 孔子的說法叫如子可教也 那如果加in 你看我開始聯想 所以為什麼我會記住 因為我有聯想 我一直在聯想 不停在聯想 其實老師講給各位聽的就是我的聯想 那你最簡單 最偷懶的做法 就是直接採用我的聯想 那如果你可以想到更好的聯想 歡迎你 歡迎你提供 如果老師你就聯想不好 我覺得我的聯想比較好 那你就換 你就換成你的聯想 那就更好 因為每個人出生背景學習 過程會有一些不同 所以字形 字音 字意聯想 在這裡是incourrigible 所以這個字就算是託福字 怎麼樣 so what 還是很簡單 不用背 因為corrigi就是corrective corrective 所以corrigi 孔子也說話了 一樣這個字 來稱列字 incourrigible 你看我就用了同一個人 聯想不同的話 corrigible 孔子說 如此可教也 那incourrigible 孔子罵髒話 孔子這麼文雅 會罵髒話 對 他罵髒話 其實罵得滿兇的 他說 這個糞土之強怎樣 不可污也 他罵shit 糞土之強不可污也 糞土之強不可污也 這是很兇的罵人的話 以孔子來說的話 就是已經爛到不能再爛了 所以糞土之強不可污也 就是如此不可教也的意思 那意思 incourrigible 我昨天 昨天 昨天禮拜 昨天禮拜我去找我們一位 那個課程教的講師 那是陶主任在補城開補習班 然後我再聽到一個訊息 才是超有趣的 他說他去認識一位什麼 漢工 漢工 所以人生就這麼有趣 你可以說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人 有一位台大的高材生 研究所B.A. 他現在是什麼 台灣漢工協會理事長 漢草的漢 工建的工 就古代的工 但是他探了好幾年 然後今年正式把工作辭掉 要來推廣漢工 所以漢工跟什麼有關呢 跟論語 跟禮記 跟很多的四書五經裡面的道理有關 然後他說根據他們的考究 孔子剛開始很多人拜他為師 不是要找他求學問 找他做什麼你知道嗎 學射劍 他說孔子是神射手 就是六億 比樂射欲輸出 我聽過孔子很會駕車 因為孔子據說身高192公分 這不是我說的 是那個張曼娟老師說的 好 你看我怎麼會知道 我聽張曼娟老師講 張曼娟老師怎麼會講 因為他跟趙少康先生主持飛碟的節目 飛碟電台的節目 他們最後把他錄聽起來 變成CD在博客來賣 叫做張曼娟小學長 有三套CD的CD 我全部買回來聽 因為我聽完一集 我在廣播聽到 太棒了 我小時候如果有老師講這個給我聽 我早就不知道變大文好還是什麼 就是他對你中文作為的啟發是非常非常大 我就買回來聽 沒空聽怎麼辦 燒 MP3 你在車上聽 就這樣聽 張曼娟老師說 孔子身高登居考究192公分高 人高馬大 現在的話應該不是在凱惡 就是在怡靈了 就是model意思 就是很帥氣的model這樣 然後很會駕車 很會射箭 很會彈琴 各位 我覺得這樣很理想琴樂的感覺嗎 又有才氣 你看 又會讀書 又有學問 哇 太厲害了 然後又懂得禮儀 太厲害了 就是完人一個 就完美一個人 所以昨天那個曹主任跟我講 他說原來孔子最厲害 剛開始招生的時候 並不是用讀書來招生 原來是射箭 他是神射手 依照孔子的個性 這麼規模的個性 我猜他是處理說A型 去讀讀論語嘛 肉不正不實 肉沒辦法不吃 放歪掉不吃 很規模的個性 以他這麼規模的個性 他去射箭一定會要求他非常精準 每天要求自己很精準 每天要求自己很精準 練三年之後就變成射手了 聽說他彈琴也是 他彈一首曲子 孔子的老師是個眼睛看不見的人 是個盲人 盲人什麼很好 聽力很好 孔子練了半年一首曲子之後 他老師說 哎呀 宗寧啊 孔宗寧嘛 對不對 孔子有英文的名字這樣嗎 Johnny Johnny啊 這首曲子可以啦 我看你練得差不多啦 換一首啦 他說 報告老師 好 我個人覺得這首曲子 我還沒有練到怎樣 入魂啊 我還沒有這個 真的掌握神韻 還沒有到出神入魂 我還繼續練 他說 好不好 你要練就練嘛 反正學會照收嘛 他就練了 練了一年之後呢 老師又聽了 這個看不見的老師就說 哎 Johnny啊 對 以後我叫Johnny 都會知道誰 Johnny說 沒來的就不知道我在講 Johnny是 下個眼睛說 哎 畢娃 Johnny是誰 好 那你就知道 那個是被淘汰的 好不好 我們的案例就是這個 Johnny Johnny就說啦 這首曲子呢 我念了一年多 我覺得已經開始 有一點神韻的出現 可是還沒到 我要求的境界 你不覺得這是 處女座A型嗎 我強烈懷疑 最后聽說那首曲子練了三年 練了三年 練了三年之後 他的老師聽到之後 頻頻點頭 頻頻點頭 就不說話 因為說不說話 所以太厲害了 這首曲子他練了三年 不過我猜古代曲子也不多 像我們現在去KTV 一下幾千首的爆炸 古代可能就那三首 那就狂練了 可是他因為你這樣練一支 練一支就練到 出神入化 所以彭子的個性就這樣 要嘛不練 要嘛一練就給他練到出神入化 超厲害的 這點是 Incourageable Incourageable OK 所以以上我說的請問 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嗎 或不是 都是別人講的 我是聽了別人講 然後看到這個字 然後我就那麼多聯想 可以拿來立刻連結到 Courageable Correct Incourageable 所以當我背後的背景知識 夠多 夠深的時候 我就一下就把它吸收進來了 這個有人說一句話叫 厚姬薄髮 所以你前面累積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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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之後 看起來很表面的東西 但是因為被你納入你的系統 就會很容易吸收 好 那所以請問你一年看幾本書啊 課外書 為什麼沒有很近 請不要 欸 有人說孔子是天秤座的 真的有人去考究嗎 真的 書生年月日有人啊 九二八 九二八 那個是他生日是不是 天秤座 不過我覺得他帶有處女座的歸毛個性 不過當然我要硬拗也可以啊 什麼叫硬拗呢 古代是不是常常會報錯日期 晚報戶口 我應該可以繼續奧 這是有可能 我媽媽的生日就是這樣 他身份證上是1月22 因為我是12月22 你看我是用我12月22 去聯想他1月22 合一個月嘛 現在知道日期了 知道該怎麼做 那12月22 1月22 然後我媽媽說不對啦 我根本不是1月出席啊 12月出席就晚報啊 以前人就習慣反報戶口 所以最後就落差了1、2個月 但後來連我阿嬤都搞不清楚 很多人問我阿嬤說 媽 我到底在當時睡覺 好像11月呢 不知道是農曆11月還是國立11月 因為以前人沒有激動清楚 所以感謝楊悟 所以剛剛問到什麼 你一年讀多少本書 我來問一下 春華一年讀多少本書 課外讀大概 3、4本 3、4本 台灣你比大部分台灣人多 大部分台灣人一年讀1.76本書 不到兩本 你已經是大火了 算厲害的 OK 好 但像雅虎 我們講雅虎 雅虎跟我們一樣超愛讀書的 雅虎你也讀幾本 近200本 近200本 所以春華 你讀4本 他讀200本 你覺得他的知識背景 會不會比你多 比你深 你覺得他思考的速度 融會冠動的速度會比你快 會 所以他剛才是很客氣 他說我很笨 我很笨 但雅虎不要太常整這句話 當然是客氣 你不要真的以為他很笨 但是看很多書的 愛看書的人絕對不笨的 他思維速度就很快 因為看一個東西 他可以立刻舉一反善 原來這個這個這個 小環記住了 就這樣 但是完全不用記 所以最厲害的記憶法就是不用記 這是我花五萬塊去學來的 最厲害的記憶法不用記 好 所以912回來這裡是Correct 好 所以下面 第一個Corrective Correctly Correction 好 所以913的記憶法叫Rub Rub 叫打破 剛剛講過那個豆子爆開 所以第一個是Disrupt dis分開 然後呢 RUPT 爆裂 所以這些Slavery Slavery seem likely to disrupt the Union Then 這個是林肯那個時候 林肯解放誰 黑奴 黑奴 各位歷史有讀過啊 對不對 林肯解放黑奴 小時候讀歷史 我也沒什麼在讀書 小時候這個國中我念放牛班 放牛班 雖然是私立學校 那是被 其實我們家很窮 但是阿嬤說 打鼓的要藏手在賣 阿嬤說的 因為阿嬤很中男輕女 好 男生一定要讀私立的 就硬把我塞到私立學校去 其實我是很不想去 所以只是衣服穿得很漂亮 然後吹了幾 欸 我小時候各位 我四十歲嘛 我國一的時候 一學期繳四萬五的學費 我國一的時候 你就算一下那種多貴 但阿嬤出錢了 所以還是要感謝阿嬤 他說打鼓的愛上輸你 好 早餓慶祭 他很做滿心 你真是沒辦法上一代的這個概念 好 那個時候其實我都沒在念書 所以那時候只有兩科勉強還可以 國文跟英文 國文跟英文 我現在不是靠這兩科嗎 國文跟英文你會發現 都不是99、100 不是99、100 而且它都超爛 超爆爛 都是不及格 都不及格 低格歷史 全都不及格 都不喜歡讀書 所以其實我現在有一個感想 好 學生成績爛 並不是他能力的問題 有時候是什麼 意願的問題 興趣的問題 所以老師沒有告訴我 他有去在哪裡 剛才不是一個送 鹽巴 也沒有加鹽巴 讓我嘗嘗汗 你一天到晚一直叫我吃白吐司 那我當然不想吃 因為沒味道 所以在理詞叫做Distrupt 講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當年 所以為什麼我現在一直給學生東西 因為我在彌補當年 我覺得沒有老師給我的這個遺憾 所以有一個東西叫做大國崛起 有看過嗎?大國崛起 OK 有看過請進去嗎? 好 請幫我講 沒知道 大國崛起在講什麼? 忘記了 忘記了 好 抱歉 等於沒看過 那為什麼會忘記呢? 因為你看完沒去跟別人講 如果你看完你馬上去跟18個人講 我保證你不會忘記 因為講18遍 我跟你講有一個東西叫大國崛起 超棒的 他講的就是近代五百年 九個很重要的國家 他們的心衰石 這樣嗎? 這個是什麼時候被訓練你知道嗎? 在英國念書的時候 我們被教授強迫 我剛才講看書嘛 一直塗 一直塗 塗東西進去 然後教授就說 來 全鋒啊 這本書看完了沒? 看完了沒? 還沒有 當掉 好 我規定的書的範圍 你沒看完 你敢進來做教授 好 不用回來啦 來 全鋒啊 把他補一下 好 全鋒啊 這本書看完了沒? 這禮拜進度 看完了 很好 先請你用一句話 好 表達這本書的重點 一句話 in one sentence one single sentence 剛開始我們也是 湊到一系列 欸 一本書三四百頁 剛才叫我用一句話 把它重點講 開玩笑 幫我們找到一個解決方案 This is a book which talks about the situation that a person who goes to the place where 有聽懂嗎? 關帶 關帶人事實地物 就一直給他連下去嘛 This is a book which are bad 都會了 一直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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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直連關帶 然後老師說一句話 就一句話把事情講完 就說OK fine 就說老師其實要訓練你什麼能力 看完一本書之後 你就可以用兩句話 一句話去講這本書 重點到底在講什麼 如果你看完書之後 根本沒有這個能力表示本來沒有看 因為你就忘了 你就忘了 好 大前年一的本書叫思考的技術 對 它在講什麼 沒有看過 沒有 好 趕快說沒有 不用講 好 我看過了 但坦白講 大部分的內容我早就忘了 但我只要記得幾個重點 它講的就是表面跟 這個under table 台面上跟台面下的這個邏輯 變變能力必須具備 它舉一個例子 我就記得一個例子 他說日本的房市政府要救房市 所以跟建商一起推方案 賣房子的案子 然後政府就釋出什麼 購屋優惠貸款 青年首購 這招台灣政府也玩過 好 表面上看起來 哇 政府怎麼釋放大力多呢 方田進來買房子好不好 前鋒 好啊 可是請問利率會不會 因為波動調漲 會啊 但如果你的風險係數沒有計算好 你的收入又不是那麼穩定 突然那個利率調高了 然後你的收入又變動了 這時候就付不起房貸了 好 付不起房貸結局是什麼 房子銀行收走 銀行沒有賠錢 建章也沒有賠錢 因為它收人的錢 然後錢銀行已經付給建商 所以建商也拿到他要的錢 銀行拿到他要的房子 政府拿到他要的成績單 我的銷售量提高 我的GDP提高啊 多贏的局面 唯一的輸家就是那個買房子的人 這大錢演義說的 不是我說的 我沒有反政府 這大錢演義說的 所以這本書裡面 讓我最印象深刻的一個例子就是這個 所以他說你看到政府很多政策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看表面 以為那就是利波 而它的意思是說 你要思考它背後到底在做什麼 那當你養成這個習慣之後 你就可以判斷很多事情了 不是看表面 所以那本書叫思考的技術 最近有更新版 好像2013年版 你可以去買來看看 好 所以回來 這個大國崛起我剛才講完了 近代500年 九個國家的興衰史 如果小時候有老師給我看這個 我可能會變歷史學家 你有沒有發現我很好變 如果古文老師給我那個 那個我可能就變那個 如理小老師給我這個我可能就變這個 因為就很有趣 就很有趣 那最近呢 因為這是2006年 十年前的東西了 我們每天要怎樣 要不斷進步嘛 對不對 所以那一天我就想到 我怎麼還在播十年前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我就決定要找最新的 最新的我找到什麼呢 央視 然後這有看過嗎 最新的 他們今年最新的西去東來 好 西去東來 那大國崛起講的是政治 講的是戰爭 講的是經濟力量 那最新的中國大陸央視的紀錄片 叫西去東來 它講的是文化的力量 所以我就感覺到中國大陸進步非常快 因為十年前他們還在講經濟 我們要趕快超音趕美 我們就什麼GDP要什麼要提高 我們什麼什麼要P呢 你看十年後 他們開始講文化的力量 短短的十年 在台灣可能會 可能花了多久 才從講經濟變文化 20年 20年 所以他們叫後發優勢 就是雖然後面發展 但是棒棒棒 我們台灣經歷過什麼黑金剛手機 然後再更早就首題的 董事長要請一個人提那個大哥大 然後董事長來前面講電話 我們台灣經歷過這個 然後黑金剛 然後後來Nokia 650 什麼海豚機什麼什麼 然後現在智慧已經手機 前段大陸全部跳過了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那個實現 於是前段他們根本沒有經歷到 直接從中段開始 然後開始往後面走 然後後發優勢 所以超厲害 十年他們開始討論文化的東西 所以現在聽很多大陸的教授 或者這個老師在講 他們現在的民族意識 民族方向就是 我們要用中華文化來影響全世界 這已經不只是經濟的力量了 已經是進入文化的力量了 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好 這現在有點慢 你自己看一下看 西去東來 他在講很多文化的東西 但我認為這個方向是對的 你不能一直講錢、錢、錢 講到最後就會有一本書叫 要窮到只剩錢 就是不能窮到只剩錢 要文化 九十四來請一下 salt 一句一句 它是肯定 一句 是肯定 就是肯定 一句 增加的驅味 Descendant Descendable 你看 剛剛雅虎說的 AND、END有名詞跟形容詞結尾 兩個詞性喔 有沒有 都是AND 都是END 我再補充一下那個END 因為我有看到那個 拉丁文文法書裡面的補充 他說END是拉丁文進行式的意思 像這種就是詞源概念 詞源概念不是每一個老師 第一個 不是每一個英文老師都知道 第二個 他不見得想要講給一聽 因為他覺得囉嗦 好 這是偶然的東西 但是我認為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個會根本的改變你對單字的想法 舉一個例子吧 請問學生是哪個字啊 student S-D-U-D-E-N-T 對吧 student S-D-U-D-E-N-T 那請問END如果是拉丁文的進行式 那所以學生就是正在做啥的人啊 哎呦 不就是study嗎 s-D-U-D-Y 把Y句調才是END 哎呦 正在學習的人啊 好 那請問Parent Parent Parent叫雙親父母 Parent雙親父母通常叫S 好 請問END代表ING PAR是單一還是乘雙乘對 哎呦 乘雙乘對嗎 Pair P-A-I-R 那個A跟AI叫母音壓縮跟擴張 這我們講過了 母音代換 母音壓縮 母音擴張 所以爸媽就是乘雙乘對的人 哎呦 好簡單喔 可能以後都給類似這樣的概念去推理 你就很容易知道 這是拉丁文的進行式國旗 好 又還有什麼青春旗 其實很多ENT結尾形容詞的 都跟進行有關的 那個拉丁文的文法 那ENCE就變成名詞寫位 ENCE 詳詞 ENCE 名詞 所以當你有這個概念 我覺得剛剛雅外講的東西很好 所以你多花呢 好像99分的母音其實不用了 我覺得多花大概19分的母音就可以了 但是一旦你懂了之後 以後你只要1分的力氣 就可以了解別人要花99分的力氣了解的東西 這其實就是槓桿 Leverage 所以學字根就是一個很大的背單字的槓桿 就你剛開始好像多花了一點時間 但後面效果會更大 OK 好 來 下面請看 下面一個96 來 進行上Science Science 叫科學 那剛剛雅外有複習到一個叫做 自首決定自意 自偽決定磁性 再重複一遍 自首決定自意 自偽決定磁性 所以剛才那個corrigible 可以教的 incorrigible 屢勸不聽 屢交不改 憤阻之常不可 污也 那ibleable就是形容詞結尾 那為什麼ibleable是形容詞結尾呢 其實又有變化了 有什麼變化呢 這一群啊 這一群通通是形容詞結尾 Ableable不是AI的母音代化嗎 AI 母音代化 好 那ble就是砍掉啊 開始審略 那再審略B不是算LE嗎 那又顛倒對EL啊 又母音代換AL啊 又母音代換UL啊 或IL啊 好 所以老師不是要各位去背他哦 注意哦 我不是要你去背他哦 我是要你去理解那個變化的過程 好 也就是我不是要教你那個第一招 好 什麼招 第二招 第一招螳螂拳 第二招喉拳 不是 我不是要教你這個 我是要教你心法 心法 心法就是母音代換 心法就是壓縮擴張 心法就是顛倒造字 類似這種東西 這種叫心法 唯有真正瞭解心法 你只會真正學會詞源的核心 好 怎麼變 你都可以理解 都在那個範圍裡面 OK 好 來下面 第一句古本 The computer is a marvel of modern science 科學的奇蹟 奇蹟 奇蹟 Marvel OK 來 下面 其實那個奇蹟還有另外一個字對不對 叫me什麼 me brickle 那奇蹟為什麼叫miracle 我示範一下這個字跟怎麼差 你看哦 字尾去掉 哎呦 Miraculous Miraculous 哎呦 Miranda都出現了 所以你可不可以聯想Miranda這個神奇的女生 對嗎 那個 欲望城市不就有四個女生就有一個叫Miranda 是那個律師那個嘛 對嗎 Miranda 她是個神奇的女生 好 那Miracle Miraculous Mirage 這個真是法文來的 本來叫Mirage 那你看就有相關字出現了 我再去掉幾個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哎呦 我找到啥 鏡子會的吧 來請一張Mirror 你現在看鏡子不覺得怎麼樣 因為大人你知道嗎 小王子說的 大人已經沒有好奇心跟想像的一樣 所以你現在看到鏡子 其實就是鏡子嘛 幹嘛想那麼多 但是你去測試一下 因為我們家兩個兒子 他們還沒一歲的時候 你抱一個還沒一歲的小孩去看鏡子 他會怎樣 他會 對 他會看你 然後看鏡子的東西 然後看你 然後看鏡子的東西 然後或者看鏡子裡面的他 然後再看不到自己嘛 然後他只能看鏡子的東西 然後看你 他就會想說那誰啊 那誰啊 那誰啊 他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外面有個爸爸 裡面有個爸爸 但裡面有那個人不知道是誰 然後他就沒有我的概念那麼完整 所以他就在看那個鏡子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 所以對這樣的小孩來說 鏡子不是一個奇蹟嗎 然後再名字 Miracle 古代人唐朝有一種說法 以仁為鏡 以童為鏡 以史為鏡 以童為鏡可以正乙觀 就調整乙佛 古代人沒有鏡子 他是用童鏡 其實很模糊的 以仁為鏡可以之 明德師是不是 明德師 那是魏徵 他講魏徵 不是魏徵攤 魏徵 魏徵好幾次差點被皇帝給砍了 還好皇帝EQ還不錯 他懂得怎麼樣解解他的那個憤怒 他如果被魏徵惹生氣了 他說這個趕快逃離 離開現場 然後說我去後花一個散步了這樣 好幾次魏徵都被砍掉 後來魏徵死掉之後他覺得很難過 因為唯一他這個真心的好朋友 真心的好朋友過世了 沒有人可以執見他這樣子 然後以史為鏡可以知心替 知心替不就剛才那個大國學起嗎 就是知心替啊 講台上法學 那名字Miracle 所以我在我們精英的智慧課我有講過 誇張一點講 智慧課根本不用課的 為什麼 我們說隨便點位同學 好 那個余徵 今天想學哪一個單字 就隨便請位同學隨便講個單字 然後就開始講那個單字 然後這樣講這就開始什麼 同意字群組 反意字群組 詞類變化群組 毀搖字群組 所以就可以講大概二三十分鐘了 然後二三十分鐘再挑一個字出來 再來一遍 同意字群組 反意字群組 詞類變化群組 毀搖字群組 又可以講二三十分鐘了 所以一個小時大概講三五個單字 OK了 兩個小時講十個單字結束了 其實智慧課講完了 而且講了幾百個單字 而且都是相關的 重點是它全部都是相關的 好 所以你的大腦就會被刺激 就是那種爆炸 就是一個核心概念 砰砰砰砰砰砰 又一個核心概念砰砰砰砰 其實有這種東西喔 就是你打個字進去 然後幫你 伸出一堆那個字 OK Visual 那我再講什麼名字 Visual Scissors Visual Scissors 好像是這個玩意兒 就這個玩意兒 來 群組 隨便講個字 Super Super 好 我們看它發音什麼事 Look it up 它就Super Boom Extremely Comprehensive Super Intended Tick Tock First-rate Crack A-X A-X就是那個扑克牌的A-X A-X就是很厲害的意思 如果當名詞就是扑克牌的A-X 台灣人叫A-SU OK 然後那個動詞的話就是很擅長的意思 好 然後什麼Tops Top-notch Top-notch Big Large Exceedingly Passive OK 然後你看喔 紅色的什麼詞 名詞 黃色的什麼詞 形容詞 綠色的是動詞 紫色的是副詞 OK 它就幫你伸出來 而且各位這都可以拉動 你看是有機的 有機的 英文叫Organic 那你隨便挑一個字來 我們再挑一個字來點一下 叫 大家會顯示解釋 再來一個字 又來了又來了 Highly Extreme Passive Exceedingly Super 好 再來一個 再來一個字 Extreme 它不讓我 因為這要付費 好 開始又來了 Grade Level Degree 你看 背得完嗎 背不完的 字字相連到天邊 就是跟它相關的 它就把你整理出來了 它就列出來 然後但是我好像有這個軟體 如果你有興趣在問 好像有軟體版 單機版 這個是網路版 然後它軟體版就會幫你把這些 定義 詞性全部列印在一張紙上 然後上面是這張圖 所以這對那個背單字狂 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想要快速背單字 而且字跟字之間全部都是有觀念的 那它全部幫你觀念好了 隨便點一個 好 又出來一曲折了 好 那你可以回去 Back Degree Degree and Degree in Diction 你看一堆啊 學不完的啦 學不完好 那就是這很有趣 它的方式是這樣 那我剛才講 跟各位講的那個概念其實就這個 其實就這個 熟明堂哥講了十個字 就已經補充不完了 好 那重點不是去背它 而是去不斷地看 不斷地累積次數 那就很容易記住 這名字是Science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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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還有97 97 一起點一下 Second 一句 She lives on the second floor 就在二樓 下面Secondar 好 贊同者 負一者 這應該是開會會議英文 那種比較正式會議裡面的專用名詞 下面Secondary 所以Secondary school叫什麼學 中學 Primary 那是英式的 Primary叫小學 美式的叫Eleventary 然後Secondary是中學 就是美語叫 Senior High Junior High Junior High Senior High 那如果是高等教育呢? 英文叫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 但是澳洲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字 這也是你要懂詞語 你才會懂得其中的信位 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聽一下 Tertiary Educ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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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他們翻譯很特殊 Ti發什麼? 很特殊 再聽詞 Tertiary 第二個他叫高等教育 剛剛我們說 國小叫Primary 第一階 中學叫Secondary 那請問高等是第幾階? 第三階 好 請問 First Second Third 結果澳洲人不說Third 澳洲人說Tert Tert 所以其實呢 Tertiary 前面四個字 就是大舌頭版本的Third 所以澳洲人當初把Third Third 講成Tert Tert Tert 因為像我大兒子之前 現在比較好一點 這是他給老師教 老師很會這樣 學校老師很會印象 他現在回來會說老師說的 才去幾個月 老師說要怎樣怎樣怎樣 老師比較大 所以稱名字Tertiary Tertiary 所以他以前說 路上跑來跑去 那叫什麼?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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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T-才對 T-T-T 而我T 開完T 我T 都用T解決一切 那個就是什麼? 大舌頭版本的Tert 所以那個Third T-E-H-I-R-D 被講成了大舌頭版本的Tert 那為什麼會這樣? 我猜的 因為澳洲本來英國的殖民地 他們關犯人的 犯人在很早期 當然教育水平高還低 低喔 低的意思就是有點像台灣人講台灣狗飲 對吧? 台灣狗飲 台灣狗飲 其實那一輩的老人家 那一輩的就是我爸媽那一輩 他們都有個習慣 就是如果會講國語 他們的習慣就是台語、招雜、國語 對吧? 有沒有這種特色? 那個你肚子會不會餓? 比如說我回家 你肚子會不會餓? 我吹東西給你吃 你吹什麼? 吹東西給你吃? 我吹東西給你吃 你知道吹什麼嗎? 我是故意問他 那就是去 因為我們會 我們每天在講這個 不同語言的人 會注意到別人的用事 我說你要吹什麼? 然後我說媽 不要跟小孩這樣講 不然他們去學校 I'll try something for you 就把它變成一個你知道嗎? 就會混在一起 這是一個習慣 台灣國語的習慣 再念一支 Tertiary 所以Third、Third、Third、Third OK 下面 97 所以Secondar、Secondary、Secondhand 二手等 98 以及像Exec Exec 剛剛講過了 SEG 這個sec 所以這個什麼segment 在硬碟 硬碟有一個磁區 如果你硬碟用很久 資料沒有常常整理的話 它速度會變慢 所以它有一個這個磁區整理的程序 Sexec 跟磁區切割有關 但性別經驗像Sex 好 下面 Desect 這句 The lawyer The lawyer Desected is plan for damages 下面 Desected Desection Desectable Desect 這也很簡單吧 DIS分開 SECT 切割 IPLE 一樣的很好 好 來 九日流 即一加sense Sense Your brother Your brother has a good sense of humor 好 我們中文也說這個人有sense 有sense 就是他們感覺到別人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像我剛才有感覺 同學有點冷 感覺 好 來 下面一個sensible senseless sensitive 但有時候 有時候 我聽過一個例子 有一個老師 他是專門教人家演講的 他說他親身經歷的狀況 然後他在一場百人演講當中 有一個男生坐在第四排那個位置 然後整場演講 他臉色都超難看的 臉色都超難看 鐵青 然後手擦這樣 好 心理學說 當你的手擦起來的時候 這樣表示怎樣 防衛嘛 對不對 還沒有卸下心 他說整個兩個小時的演講 他就是這樣 臉超臭的 然後手就這樣 結果沒想到演講結束之後 這個男生跑來前面 找他簽名 找他簽名 然後還要問問題 結果那個老師就想說 是不是該不會來找查吧 這樣想就開始有點危險了 就吸引力反則 但還好這個男生說 老師 我覺得你剛才講得很好 好 那怎麼樣 兩顆星幫我們簽名這樣 他說 他就很疑惑嘛 他說這個人臉那麼臭 又在那邊手擦著 然後他就說 我剛才看你好像沒有聽得很懂 怎麼樣 他說沒有 老師 我是在很認真的思考你講的話 所以我得出一個結論 結論是你知道嗎 就是有人就是長這樣 我說有人就是長這樣 就是說他本身就不喜歡笑 那你永遠無法改變別人 你只能改變自己 他本身就長這樣 他就不喜歡笑 所以他不是故意不笑給你看 只是他就不習慣笑 那你就不要預設立場說 他一定是來找查 他一定是怎樣 就先不要預設立場 那就先包容嘛 就先接受大家的意見 最後你就會發現沒有人 沒有什麼人會這麼麻煩的 好 還是未來這名字 這是Sense of Humor Sensible Senseless Sensitive Sensitive OK 那當然演講的技巧有訓練 當你在演講的時候 請問你要 你就會有一些講師習慣走來走去 請問你要多走到臉色好 好看的人那邊 還是多走到臉色不好看的人那邊 從人的角度 當然是好看啊 因為從走到臉色好看的人那邊 你會找到能量啊 你就這邊能量能量能量 他再過來說給你給你給你 他再問能量能量過來給你給你給你 然後慢慢的 所以有些老師會有一個習慣 像我也有 如果你有觀察的話 好 但我們這一班比較少 但是如果是一般上課的話 如果教室大一點 我們這部教室還好 教室大一點 沒關係 下次我演講 你可以觀察一下 這個都是有梅槓的各位 就到了一個場子之後 你要把這個場子hold住 我會下去繞圈圈 繞圈圈 繞圈圈 有時候會演講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會下去走 對 好 那就繞圈圈 為什麼 那就是在hold住這個場 因為跟能量有關 你要把能量hold住 那請問當你下去走的時候 本來有點想睡覺的人會怎樣 唉唷 我要睡下來 趕快醒過來 那所以那個能量會再聚集起來 所以跟這個能量場會有很大的關係 那當你把這個能量場hold住之後 你的演講效果就會好非常多 非常多 這是很有趣的 這也是科學有證明的 OK 好 所以最後念完要幹嘛 reside our guests come our guests reside at a grand hotel 下面residential area 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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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補充一個東西 這個拍完就可以上課了 因為馬上後面有這個東西要上課 side side 這個可以拍一下 從ie8i到side side re reside 下面名詞 剛才講不說的 ent名詞 但偶爾會形容詞 看一個比例 什麼字 叫做什麼字比較少 來請一下resident resident 好 形容詞 residential area residential area 好 如果你覺得這個很簡單 請問住宅聚會了 你應該要會什麼區 commercial area 商業區 商業聚會了 你是不是應該還會什麼區 都會區urban area 交區suburban area 可以再延伸啊 一直把這個區域擴大 無止境地擴大 好 每天進不是關鍵 OK 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